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我又到了 琪琪就是爱分享这个时间 我相信有在看琪琪的节目的好朋友 应该对琪琪前几集 我现在不能自己爆雷 没有啦 其实是在琪琪前几集有提到 有一句话 就是选择了牵手 就不轻言放手这一段话 那这一段话那时候 其实真的是影响琪琪很深 那所以琪琪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可是后来就有一个好 应该说是网友 他可能就在琪琪这边的脸书 就跟琪琪私讯说 真的就不能放手吗 这个问题 那琪琪我觉得 我不能因为片段的这个解释 让大家有所误解 所以琪琪想要在这边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想要聊的这一块就是 学会放弃 我觉得学会放弃这一个课题应该算是我们大家都在学习的 也许在工作上面 人际关系 甚至于可能是某一些事物上面做一个断舍离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都要学习的 就像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你明明知道你做不到这件事情 可是你硬要把它答应下来 像琪琪以前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有些时候啊 就是答应了很多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 可是就觉得说人家跟你讲说 琪琪啊你可以帮我一件事情吗 那时候其实琪琪是一个刚开始 其实就是一个不太懂得拒绝的人 都会说哦好啊没问题什么事 然后呢可能对方有些时候开出的一些状况 或者是请我帮忙的事情 也许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在我的能力之内去完成的事情 因为已经答应了也只好硬着头皮 勉为勤然的想尽办法去把它完成 可是最后虽然是说有可能完成的 或者是做的不是很理想 但是呢我想这个得到结果都不见得是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学会放弃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 不管是在关系 或者是在可能在工作上 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面 都要去学习去琢磨的 我听过就是我在参加一个团体的时候 可能接触了比较多失婚的妈妈 或是可能在婚姻关系里面 出了状况的一些女生 有些女生在婚姻里面 有些时候会是弱者 可能是在经济上 或是在体型 或是力气上面 会是一个弱者 一个个案就是她在婚姻里面 那经常性的被家暴 然后我所听到的就是 她已经曾经有被打断过 三根肋骨啊等等这种状况 那你遇到这样的状况 你还不跑吗 亲爱的别傻了 所以当你遇到这种状况 你就要懂得学会放弃 学会我们讲的就是断舍离 当你觉得这段关系 或这件事情是我无法 就是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你还在纠结说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完成 或是我一定要成就什么吗 那最后你把自己赔上了 那得到了结果 可能会比放弃还要糟糕哦 所以其实觉得说 学会放弃这一块 在我们人生里面 是真的要学习的一个课程 虽然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我现在要开始学习 怎样怎样怎样 当然说很容易做很难 但是有些时候不断的去提醒自己 告诉自己不要常常去答应一些 不是自己能力范围能够完成的事情 或者是你在一段关系里面 或一件事情上面 你觉得你已经没有继续努力下去的价值 或者是存在价值的时候 是不是亲爱的 你应该要学会放弃 再设一个停损点 让你的人生不再继续负债 或是让你的人生不再继续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会比较好 那这是琪琪最近得到的一个心情 跟大家分享 希望你喜欢 拜拜